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在家居士学佛 如果有些师兄本身的福报很大 业障也很精 有能力在社会上做一些传递正能量的事情 比如开一个连锁的教育机构 把佛法的教育融入到广泛的教育事业中去 给更多的小孩子 种下佛缘 或者做一些诸如素食开发等帮忙弘扬佛法的事业 还是应该是维持现状拿着很高的输入 不用太辛苦的工作 在家里专门修行学佛念经度人呢 请师父此为开始 这叫妙法度众 每个人根据他自己不同的环境和姻缘 产生不同的果报 如果你愿意用这种方法也好 你愿意在家修行也好 这个都是妙法 所以没有关系的 只要遵纪守法 只要不触犯各个国家的法律 只要爱国爱民 只要能够让自己的心纯洁 不去练财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叫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来到人间的使命 我们不忠人间天下事 试看谁能天善行 我们会谨遵师父的教会 如理如法的修心修行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师父我们真的很爱观世音菩萨 很爱师父 也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感恩师父 我们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永远在一起 我们会紧跟师父的步伐 学习师父 无我利他 把自己奉训给佛 奉训给众生 跟随师父 度尽静下有缘人 一事修成报佛恩 好孩子 我们真诚祝愿师父 法体安康 委愿久住 刹成节 利乐一切 诸众生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现在知道了吧 佛法要用在人间的 佛法一定要用在人间